现在很多网站、YouTube的频道都会教人 DIY 弄串色的 主要材料是色彩丝验的绳子、胶珠、石仔、甚至连种子都会有 有些种子经过加工打磨之后串在一起的确是挺漂亮的 但如果你对植物是不熟悉的话,那又要小心 因为有些种子的毒性非常强,绝对不适合串色或接触身体 就以昆麻的种子为例,它的外形有啡色斑纹,大小就像粒花生 看上去的确是挺漂亮的 但原来它里面有一种含有叫昆麻毒素,提煉之后竟然可以被特工拿来做暗杀的武器 虽然它未提煉的时候,毒素浓度不是太高 但你长期打一只手道,接触皮肤都会有中毒的反应 那还有没有种子比昆麻更毒呢? 在2016年2月26日,广州机场海关 是一个从埃塞俄比亚入境回来的旅客的行李里 找到0.1kg的植物种子 据这个旅客表示,它是亲自从树上摘下来的 因为它的颜色厌厉,所以带回国 海关人员马上将这种种子封存和送到实验室检验 鉴定结果显示,这些红色植物种子叫做鸡母猪 是一种具有剧毒的植物种子 只要吸入三眉黑,就可以令一个成年人死亡 而当局立刻启动这个紧急应变程序 工作人员穿着保护衣物,严格地将这些种子进行销毁流程 那究竟,这些鸡母猪是什么来的呢? 现在就和大家一起Google一下啦! 不是,现在中美打着流液线 那就现在大家一起拔刀一下啦! 苗董百科,世界如此简单! 鸡母猪,又名美人豆,相思豆 是豆科相思紫属的一种有毒植物 饭热带分布 鸡母猪落月性多年生缠绕性藤本 通常缠绕于灌木上生长 静,常缠绕于其他植物体上 长2-5公尺,多分之嫩尽披毛 鸡毛猪,喜欢生长在开阔、向阳的河边、海滨、林园或荒地 鸡母猪生长性非常强 如果不下控制 它甚至可以排挤占据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 成为该地的领主 鸡母猪种子可用于装饰用途 经常被制成首饰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这种首饰在一些宗教魔家那里的人们把它当作念珠来使用 非常重要深厚的文化意义 之所以说百度靠得住,猪那会上树 这么毒的东西竟然可以说拿来做首饰 又或者可以拿来做念珠 唉,带上去看看何时毒死你 有一个英国妇女,叫Jale Rodricorn 她在网上买了一条手链之后 不知为什么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 当然,她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想过是一条手链引起的 开始出现幻觉、农仓、起疹、护心、作呕等等等等 以上症状都可能是吸毒引起的 所以医生坚信她有吸毒 还帮她做了毒理的检测 但是血液里面是完全没有毒品的反应的 连专家都没有办法找到问题的根源 结果Jale的男朋友因为她有这样的奇怪症状 而离开了她 她的身体差得连工作都没有了 更加养不起小朋友 最后连房子都要卖了 在这个时候,她的儿子就在学校拿了通知单回来 上面写着家长要小心 流行的伤枝子饰物,剧毒 她仿而大悟 这条不是上次她在网上买的手链吗 隔于佩戴伤狮子手链 可以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英国政府在2011年 在36个零售伤 紧急召回2,800条伤狮子饰物 不是,博判师傅 雙丝狗是没有毒的 我戴了这么多年都没事 那,给你一段香港的新闻片看看 红薄薄的伤屎豆象征爱情同友谊 用伤屎豆串成手链 就可以将伤屎之情随身攀带 是不是很浪漫呢? 不过小心 伤屎有毒啊 伤屎豆是剧毒种子 误食一粒足以致命 皮肤科专科医生说 就算只是戴在手 伤屎豆的毒性都可以透过皮肤吸收 而且将伤屎豆串成手链 需要转洞 有机会令豆内的成份漏出 刺激皮肤或导致皮肤过敏 同时有机会患上植物皮炎 令皮肤却伤,留下疤痕或蜉印 不建议市民佩戴 有人在网上出售伤屎豆手链 我们以顾客身份成功商约卖家交收 不过过程中 败家并没有作出任何提醒或警告 就算记者问他手链 是否由双丝豆製造或会否致敏 他只是答不知 立法会议员王国卿 建议政府加强规管双丝豆的入口和销售 保护市民安全 ONTV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 看真一点,这段新闻片的双丝豆 虽然有微毒不可以当糖吃 但用来做饰物是绝对没问题的 原来在坊间已经将双丝籽 双丝豆、恐雀豆、红豆、海红豆 这几样东西的名字是混乱了 难怪连香港的媒体都将这些报道混乱了 查回香港的树木谷植物网 双丝子、有名鸡母猪 藤本、香港原生植物 叠形花科、双丝子熟 虽然它的种子是有剧毒 但它的根和径是可以用来煲凉茶 我们平时喝的鸡骨草就是它 认着它有剧毒的种子是橙色、椭圆形 其中四分之一是黑色的 海红豆,俗称恐雀豆、伤丝豆 含羞草草草、海红豆熟 落叶桥木、香港原生植物 红色的种子可以用来做串色 在拉丁文的意思是恐雀的眼睛 你们看完之后 是不是觉得有毒的伤丝豆和没有毒的伤丝豆 是很容易认呢? 但是很多无知的商人 仍然将有剧毒的伤丝子 当伤丝豆那样做串色 在淘宝搜寻一下 不难找到有毒的伤丝豆 除了国内之外 它们还将这些毒串色卖到世界各地 当你们去旅行的时候 记得分清楚 千万不要将这些禁毒的种子带回家 如果不想你的家人 又或者你的朋友 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请你帮我将这段影片分享出去 和告诉他们 哪些是有剧毒和没有毒的伤丝豆串色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记得帮忙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和按一下右手下的订阅 按了订阅的朋友 记得按一下小铃 这样便会知道我何时会再出片的了